光复乡立幼儿园原本既往7月初解封为幼儿举办毕业典礼 不料疫情三级警戒再度延长到26号 面对开学日在即 因此乡立幼儿园以及乡长 亲自将14位毕业学童的毕业证书 毕业照以及奖品送到家中 让全家一起来办毕业典礼 留下独特的毕业回忆 拿着幼儿的毕业证书 毕业照以及奖品 乡长领薪水将毕业典礼 直接搬到了每一位小朋友家中 不仅小朋友 家长也十分惊喜 其中还有毕业的小朋友回赠谢卡 感谢老师的教导 现场欢乐满百 幼儿园一定在7月初就要举行毕业典礼 大家期待 疫情关系一直没有定案 所以我们这两天爱家会送给小朋友 恭喜他们拿到人生的第一张毕业典礼 他们送了他们很高兴 家长也很高兴 小朋友很高兴 还有毕业照 还有奖品 我们祝福小朋友 因为疫情关系 原本预定7月2号举行的毕业典礼 整个直接取消 幼儿童的毕业证书 毕业照 以及在校学习书 奖品都来不及发出 因此乡长领薪水 干脆就直接到每位小朋友的家中来办理毕业典礼 除了给予祝福 也象征幼儿童的学龄前教育 顺利完成 我们幼儿园一定在8月18号的疫情正常化 我们8月18号也可以开学 希望家里的小朋友可以把小朋友偷到光复乡公所上幼儿园 7月26号中央CDC可能缓降式的降级解封后 光复乡的幼儿园新学年度也将会在8月8号展开 14位幼儿园毕业的小朋友也将成为国小一年级的行生 乡长林清水也在这两天亲自到府颁发毕业证书 小小毕业生和全家人一起来参与共同见证纪念疫情下的毕业典礼 记者时遇蓝光复采访报道